我問會不會像以前五、六年的雙十暴亂 或者是六、六年的九龍騷動一樣進行兩個調查 大家留意到五、六年的雙十暴動之後 其實政府的研究是說是土地問題 令到那麼多人上街 在九龍騷動更加講到 政府的殖民的施政太過封閉、太過集權 下程不能上達,所以才會這麼多年青人上街 也因為這些研究結果 整個社會政策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接著就出了很多社會福利的政策 包括大家今天看到的青四年選舉活動 都是因為在六、六年的報告之後 而出現的一些措施 所以在歷史上學習、在事件上學習 是一個理性的政府 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有的態度 很可惜林鄭月娥就用了一個說 不會 接著那些理由就不是理由來講 要講了別的東西 她就說不會這樣 我對於這個不會 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作為一個特首 特別是她幾天之前 她剛剛出來講的 在中國就著港鐵的沙中線 剪短鋼筋的事件 她會基於公眾關注的理由 就會運用這個調查委員會的條例 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同樣都是公眾關注 同樣都是公眾高度關注的事件 為什麼在港鐵的沙中線上面 她就會做調查委員會 會引用這個條例 在旺角的騷擾裡面就不會呢 這樣 這個很令人懷疑 在整件事裡面 她不敢去正視 政府的某一些行政缺失 是不是有一些原因 她不敢去揭露呢 這樣 這個呢 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未解決的 正如我一開始說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並未因為重判 而得以解決 相反呢 現在林鄭月娥這個態度 只會令到這個深層次矛盾 是更加矛盾而已 這個就是我希望 你要作出的回應 其實這也是我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 採取避免的方法 去看溫哥威爾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the real reason I'm afraid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是 這個態度是更加壞的 是 我原本呢 就覺得 在這個調查 進行的時間 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研究 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探究 包括 是不是真的被人煽動 是不是有些什麼的 公民抗命將它美化了 英雄化了 這樣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分析的 可能出現的結果 但是 我覺得政府應該尊重這些獨立研究 如果是的話 其實各方各面都可以做人的研究 不是這樣 現在說不做研究之餘 無端端又彈一個項目出來 不做研究 你就不要說話了 你又不做研究 但是你又講了一個 似是而非的觀點 這個很明顯地 他在公眾臨前想轉而試試 I'm sorry to tell you that Our she is just say one word No She doesn't want to to set up 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去看 為何的原因 為何的原因 我不知道為何的原因 但我覺得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想要提供 謝謝大家